祝贺陈梦拿到了第一个WTT大满关赛的女单冠军 然后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写进历史的一场比赛吧 你和曼玉两个人都拼尽了全力 我看曼玉也说她快滴血糖了 刚才你也说是打得精疲力尽了 就是在刚刚走下赛场这一刻 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比赛吧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应该说是 我们俩都是拼尽了全力吧 把自己就是浑身解数能想到能用到的东西 其实都在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在发挥出来了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我们俩都非常期待的吧 包括这个冠军也都是大家都是很期待的 因为它是第一届的WTT大满关比赛 所以说大家还是都是比较看重的 对于这场球我觉得其实觉得今天自己做的可能比较好的事 还是很专注于这场比赛吧 没有被一些其他的这种杂念去影响自己吧 包括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曼玉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发挥 包括他在落后的时候这种追分咬分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呢 而且其实我们俩都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都绞尽脑汁再去想办法吧 因为我在决胜局的时候也是一直被他追分 其实那会的时候自己也会随着这种比分的逼近 也会感到在场上的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了 确实看出来你们两个人其实在激战术水平上真的是不相伯仲的 所以呢可能就考验最后那几分了 对可能在那最后几分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一直是在领先嘛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比分的那种优势吧 怎么总结这一次在新加坡大满贯整体的这个比赛呢 其实对于这次的比赛自己还是非常看重的吧 因为在奥运会结束以后的这半年当中 我其实没有再拿到过冠军 就是自己也是心理上或多或少的还是会有一点着急吧 每次都是在半决赛出现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次比赛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 自己我觉得还是重新的去 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一下 然后包括让自己能够重回到这个赛场 重回到这种那么一个投入的这种一个过程吧 因为我在之前的时候 可能人有一些会出现一些其他东西有一些分神吧 所以在这次比赛 我觉得首先从赛前包括到最后这次比赛的这种结果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可能的付出 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吧 也得到了回报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开始 能够继续努力吧 现在世界排名也重新回到第一了 就是赢了这个冠军之后 现在感觉怎么样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吧 因为在之前 在之前可能也是都是在半军赛都输了嘛 所以这个随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成绩以后 慢慢的这种季分也下滑了 所以这次能够再一次的拿到这个冠军吧 因为我觉得世界排名第一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不管第一还是第二 你永远都还要再继续去努力 所以我希望每一次比赛都能够调整一个好的这种心态 因为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吧 马上明天凌晨啊 咱们就要飞往卡塔尔参加 卡塔尔的球星挑战赛了 怎么准备 然后怎么安排这个整体的训练和比赛的计划 我现在都不知道卡塔尔比赛 我的比赛是几号开始 所以希望也希望 今天晚上整理整理东西以后 然后在飞机上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然后去卡塔尔 因为还有时差嘛 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去熟悉那边的时差 尽快这种适应 因为毕竟下一站比赛 其实我看了还有更多年轻运动员嘛 所以也希望自己在下一站比赛 能够有一个稳定好的发挥吧 好的 谢谢陈盟